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这个凤眼文啊,不用说了,讲过很多次 出现在这个 这个大拇指上面呢 表示呢,通常啊 也会跟这个三约文呢 有一点类似啊 三约文呢,也是姻缘比较好 凤眼文的姻缘也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是 凤眼文啊 凤眼文左手前半生,右手后半生啊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理财文 理财文就是小指下方啊 小指和无名指下方出现多条竖线 这个时候理财文 帮有钱人理财 自然自己的财运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就跟银行家一样啊 银行家一样 有关这个八字手下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啊 三约文 十指上面三条线啊 三约文 这个呢,十指上面第一指节啊 记住啊 那么这个是 之前也讲过就是因为 姻缘而获得 财运的增加啊 往往是 娶了一个非常 家庭条件不错的老婆 或者是嫁给一个家庭条件非常不错的老公 都可以 都可能 再看一下这个 李财文 豪宅文 看见没有 紧贴感情线的上方 但是对感情线没有干扰啊 又成为金房子 豪宅文 那么 豪宅文顾名思义嘛 就是这个 财源非常多 固定资产的 非常的 丰富啊 有这个 豪宅可以住 这个首相 整体手掌厚实 财运 事业基础都不错 这个运势的根基非常不错啊 而且呢 有非常聪明的头脑啊 聪明头脑 而且为了自己的未来 也是非常的努力啊 这个 非常努力型的一种首相 也容易大富大贵啊 这个是漏财手了 不用说了啊 这个手指 无形 骨节突出 我看一下这个 啊 这个 这个是 这个上面 感情线上方 有一点这个金房子的感觉啊 有一点 但是呢 这个 主线呢 不够深啊 不够深 稍微偏浅一点啊 偏淡一点 整个人呢 是非常的聪慧 非常聪慧 但是身体方面需要注意啊 那个 在更工的内侧啊 什么一些内侧啊 这个有一些青筋暴露出来 整体发青啊 这个是需要谨慎一些 身体不行啊 财运自然就会下降啊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呢 川智掌啊 可以看这个 从小的家庭条件不错啊 大拇指非常的红润饱满 而且呢 从小呢 这个 非常的受长辈的喜欢啊 跟长辈的缘分非常的好啊 喜欢一件事啊 会疯狂的投入啊 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呢 又马上放手啊 不能够坚持的一种手相 三宫高途饱满啊 属于那种 非常富贵的 但是非常清闲啊 清闲享福的那种手相 不需要自己亲自去 去做很多事情啊 整个手相的这个纹路 也是非常的干净啊 没有什么杂温干扰 这是非常有福气的手相 做什么事情呢 都是坐享其成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手相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困惑 可以看一下 这个片头片尾啊 我们下期再见